其实呢我们准分子激光手术 它术后的一些饮食呀运动呀这些方面 要求是很少的 对于患者的要求也没有那么多 只要我们在术后的早期 不要吃辛辣刺激这些食物 像鸡牙鱼肉这些 其他我们都是可以吃的 没有什么太特殊的禁忌 对于运动呢 早期做一些比较轻微的运动 还有就是不要碰撞眼睛的一些运动 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 只是说在我们三个月之内 不要游泳 不要对眼睛里进去脏水 这个是关键的 其他运动方式 我们没有明确的说不可以的 像打篮球呀这些 如果注意一下 不要碰撞了眼睛 就没有什么问题 常跑乒乓球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饮食运动 在我们准分子激光手术来说 都是可以很简单的 我们这个手术对饮食和运动的要求 它都比较简单 没有什么太特殊的一些太多的要求 只是说稍微关注一下就可以 而是相反呢 是在我们用眼方面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比如说不要用眼太多呀 不要电子产品用的太多呀 以免进食再继续进展 以免干眼这些有一些要求 这些要求 是怎么办员的 就是这些要求 这些要求 是不可以的 我这些要求 我这些要求